过去五年里,最赚钱的行业正在悄然发生变化。 近日,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2022年企业薪酬调查信息,反映我国劳动力市场价格状况。 究竟什么职业赚钱比较多?哪些岗位工资价位更高? 时代周报记者梳理2018-2022这五年的薪酬调查信息后发现,以50%的分位值,也就是以各职业的年薪中位置来排名计算, 金融服务人员、企业单位负责人和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员的薪资始终稳居前三。 而从排名前史的行业变动来看,工程技术人员、运输设备和通用工程机械操作人员随着人工智能的出现,薪资增幅不仅较小,薪资排名还出现退后趋势,经济和金融专业人员也在2022年出现排名倒退的情况。 有降便有升,伴随着基建的快速发展,铁路、船舶、航空设备制造人员的年薪,在过去五年里逐年递增。 值得注意的是,近期热议的新闻专业对应的新闻出版专业人员,年薪一直稳定在前十,2022年甚至挤进了前五。 这些年,做什么最有前途?金融年薪稳居第一,最赚钱的行业还是金融。 2018年至2022年这五年时间内,金融服务人员一直都是工资最高的职业。 2019年,金融服务人员的年薪中位值率先突破10万元,2022年,其年薪中位值已经达到11.88万元,仍是唯一超10万元的职业,与第二名的差距达到1.98万元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,2022年版公式稿显示,金融服务人员是指从事银行、证券、期货、保险、典当及信托等金融服务业务工作的人员。 金融服务人员的工资能够排名第一,不算稀奇是。 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2年城镇非私营单位或私营单位的分行业门类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中,金融业均稳居第二,相较于2021年,金融业还是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。 湖北省原统计局副局长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,金融服务行业的企业普遍有较大利润空间,赚得多自然工资也不会低。 以银行信贷经理为例,给予客户奸下的各种商业贷款能给银行带来不少利润,年薪自然不会低。 最赚钱的是金融,工资增长最多的是企业单位负责人。 2022年,企业单位负责人年薪中位置为9.9万元,相较于2018年的7.13万元,5年共增长2.77万元,是工资排名前十的职业中增长最多的行业。 不仅如此,2022年,企业单位负责人虽然在10%,25%,50%分位值的年薪低于金融服务人员,位居第二,但75%,90%分位值的年薪均高于金融服务人员,在各职业中排名第一。 也就是说,薪酬论高,还得看高管。 如果职位够高,能力够强,在90%分位值,企业单位负责人,2022年可以拿到31.2万元的年薪,是唯一年薪能超过30万的职业,并且高于排名第二的金融服务人员5.45万元。 高薪与企业承担的责任对等。 一般来说,企业单位负责人是指董事、经理等企业高层人员,他们不仅需要负责整个企业的组织架构、业务方向、投资决策等,同时还要能够让公司的财富利润实现高速增长。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,管理岗位也意味着会有相对较高的工资。 2022年的分岗位等级企业从业人员工资价位中,高层、中层与基层管理岗的各分位置工资均高于高级、中级、初级支撑技术类岗位和高级级以上、中级、初级技能类岗位。 除了金融服务人员与企业单位负责人,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员,工资排名也很稳,常年位居各行业第三。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自从2020年由第七名上升至第四名后,一直保持在该位次没有变动。 值得注意的是,新闻出版、文化专业人员在50%分位值的近5年年薪排名,均在第四名和第八名中徘徊。 2022年起年薪中位置排名第五达到7.71万元,与2018年相比,年薪增长也超过2万元。 在网红名师张雪峰将打云不报新闻学推上争论高潮的背景下,这或许是另一个思考方向。 薪资水平与行业发展挂钩。 相较于工资排名前五的职业基本稳定,排名第六至第十的职业竞争可谓是白热化状态。 将2022年的年薪中位置排名与2018年的进行比较。 2022年排名第六、第十的法律、社会和宗教专业人员和石油加工和炼胶、煤化工生产人员在2018年还未划分出该类别的岗位。 铁路、船舶、航空设备制造人员则是从2018年的第十九名上升至第七名。 与此同时,经济和金融专业人员、工程技术人员虽然还排在前十,但未次有所下降。 而文学艺术、体育专业人员、运输设备和通用工程机械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和化学纤维制造人员,这三个职业则是直接调除前十名。 分开来看,铁路、船舶、航空设备制造人员的工资排名上升可以如此之快,或许与国家大力发展基建项目有关。 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指出。 目前,我国综合交通运输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。 到2025年,我国高速铁路网对50万人口以上城市覆盖率达到95%以上,朴素铁路瓶颈路段基本消除。 布局完善、功能完备的现代化机场体系基本形成。 港口码头专业化、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。 大力发展基建项目自然需要这方面的人才,而无论是轨道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人员、船舶制造人员还是航空产品装配、调试人员都需要较高的技术和能力。 不过,目前国内的相关行业仍存在较大的人才缺口。 以轨道交通运输行业为例,早在2017年发布的《关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人才建设》的指导意见就指出。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发展,但城市轨道交通人才规模不足、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逐渐凸显,不能适应行业快速发展需要,成为制约城市轨道交通健康、安全、可持续发展的短板。 康迪凡咨询合伙人、全球薪酬专家刘畅,在接受《时代周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,市场薪酬变化反映出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。 从薪酬设计的视角,市场化薪酬的基本逻辑是为岗位价值定心,做到人岗匹配。 而岗位价值是随着市场环境、行业发展、人才供求有所不同的。 放在铁路、船舶、航空设备制造人员这个职业上来看,一方面是相关行业快速发展,另一方面是人才规模不足,人才培养亦需要一定的时间。 所以,企业想要获得相关人才的青睐,自然需要开出更高的工资。 由此看来,今年铁路、船舶、航空设备制造人员的工资还有望继续上涨。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,前5月,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.0%,基础设施投资增长7.5%,其中,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16.4%,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11.5%。 除了随着行业快速发展,工资排名快速上升的职业,以及受政策和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,工资排名下降的文学艺术、体育专业人员,还有一些职业是随着技术发展而排名下降的。 比如,经济和金融专业人员、工程技术人员、运输设备和通用工程机械操作人员、化学纤维制造人员,这些已经是较为成熟的行业,部分工作已经随着技术的发展,导致相关人才的需求出现缩小,甚至消失。 刘畅指出,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,越来越多的工作可以通过自动化和机器人来完成,这会导致一些传统的劳动力需求减少,从而影响到这些职业的薪资水平。 与一些热门岗位相比,可以被高科技技术取代的操作类岗位,其薪酬的发展趋势并不乐观。 细修这四个中类职业的小类职业,包括统计、机车调度、化纤聚合、地质监测等,目前已逐步可以使用相关技术提高工作效率,或者依靠技术完成所有工作内容。 通过职业薪资的中位职可以看见行业变化,但无论在哪个行业,想要获得更高的工资,都需要应聘者本身拥有更强的技术与能力。